长相思 显得杨子又胖又矮 网友们也都纷纷喊话 又是对陈同勋没信心的一天 长相思这部剧的设定是上古神话 所以对于造型的设计会需要更加心细一些 而且也需要更加特别一些 大家都觉得可以参考一下西游记中的造型设计 虽然这部剧播出多年 但是之所以能够被称为经典 就是其中有很多其他作品都无法企及的地方 剧中的造型搭配从来都没有被吐槽过 而如今很多作品的审美反而倒退了 也难怪网友们会吐槽 陈同勋因为造型问题也不是第一次被吐槽 这一次被吐槽之后 官博很快就发出声明 官博表示 目前的很多路透造型都和作品无关 希望大家还是静候官博的公布 目前关于陈同勋的词条并不是很多 但是细心的网友发现 他留下来自己和肖战的词条 之前肖战出演的陈情令中的魏无羡的造型 就是陈同勋设计的 而魏无羡这个角色也曾圈粉无数 但其实大家都觉得魏无羡能够被诠释的这么完美 更多还是因为肖战的用心 能够称起造型也是因为颜值够高 除此之外 包括狼殿下和斗罗大陆 这两部作品的造型设计也是同一位设计师 大家也都觉得肖战就是陈同勋造型的天花板 前一段时间长相思 为了保护造型不被曝光 可以说是费尽心思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尊重作品 这样才能够保证作品的神秘感 期待这部剧最后能够呈现出更好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订阅